好 接下来群球现场 苹果台湾时间8号凌晨举办了新品的发表会 究竟有哪些亮点呢 时间交给珍容 好 大家早安求相时间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 这是苹果迷都引颈期盼的 这是苹果公司在台湾时间8号的凌晨1点 举行了秋季的发表会 众所瞩目的iPhone 14终于亮相了 好 这一次iPhone 14的系列 推出了四个机型 其中iPhone 14 Pro还有iPhone 14 Pro Max 终于是剪掉了刘海 改为是长条状的药丸的这个荧幕的设计 还推出了一个梦幻的新色 深紫色 而里头更是加入了车祸侦测 还有卫星通讯的SOS紧急服务 而其实除了这个iPhone 14呢 苹果还一口气推出了三款新的Apple Watch 还有AirPods Pro 2的耳机 而且我们说到这个手机的关键技术 核心就是半导体的晶片了 美国的拜登政府呢 现在计划是投入超过500亿美元 对于本土的半导体产业要进行补贴 但是它其中设下了一个关键的禁令 也就是说呢 日后假如说 接受了联邦政府资金补贴的 这些美国企业的科技公司 将会被禁止在中国大陆建设 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厂 而且这个禁令的有效期限是10年 当然了 设下这个禁令 其实也是反映出了美国政府他们很担心 对中国大陆丧失科技上的优势 而且我们看到这些美中大对控 好比说也是在科技上头做一个角力哦 像是呢 美国之前就大规模封杀说中国大陆的企业 而其中当然也包括了5G项目上的合作 统统都取消了 不过现在呢 华为他们是试图要绕过美国 对其使用5G的无线技术上的限制 宣布在这个最新的旗舰手机里头 加入了中国大陆自主的全球卫星定位通信的功能 而且还特地抢在苹果的发表会前夕 在9月6号这一天就先发表Mate50系列 这是允许用户可以使用他们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 来发送短讯 而且说呢 这项系统是不依赖美国的GPS 或者是其他国家开发的全球导航的系统 而华为的消费者业务CEO于成东 他更是宣称说华为这一次的突破 是向上捅破天的新款技术 因为呢 说使用这一款新的手机 可以让用户假设说你是到这个荒漠无人区 或者是出海遇到一些险境 甚至说地震的话 这些都是没有讯号的时候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还是可以使用APP把文字跟这一些 你的位置讯息可以向外发布来求援 不过目前可能还是只现在 中国大陆本土才能够使用 而谁需要来看到的 其实在佩洛西访台之后 这美中关系就降至冰点 不过呢 美国总统拜登 他昨天就表示说 如果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也会出席11月在印尼这边举办的 G20峰会的话 他认为他是确定会跟习近平来会面的 但是呢 对于两个人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会面 或者是说会谈一些什么样细节的议程呢 白宫目前是没有发表更多的声明 而白宫国家顾问苏利文 他更说G20峰会 当然是一个两人可以坐下来 面对面会谈的机会 但是还不确定说 如果拜登跟习近平真的碰面的话 也不预期会有什么样重大的 谈话的突破上的成果 不过同时间呢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其实呢 刚刚普丁已经说到了 会跟习近平之后 就在下周 有可能在这个乌兹别克这边来会面 好这是确定的讯息 不过现在来看到的是俄乌交战以来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是祭出了各项的制裁 包括了像是经济上的制裁也好 或者是军事上的制裁也好 但现在呢 俄罗斯以断供天然气这种关键来回击 普丁就宣布说 除非欧美解除限制的话 否则俄罗斯不会恢复 供应北溪一号的供气 那普丁也表示说随时都欢迎 想要跟俄国购买能源的欧洲伙伴 也强调世界非常大 俄罗斯还有大陆等亚洲的市场 不是只有在欧洲或者是美国 那普丁也表示说停止北溪管线的供气 俄方的作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普丁更说俄罗斯是作用 足够可以供应国内的内需 又可以外销的充足能源 那么欧洲发动这个能源上的制裁 其实是没有经过深度的考量的 自己就认为说可以起到作用是非常愚蠢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俄罗斯的断供会让欧洲现在的能源价格 已经飙涨了 英国甚至还出现了像是能源贫穷 这样子的专用的术语 那么在秋冬即将就要到来了 恐怕也会遇见先起新一波的能源危机 英国的新任首相特拉斯七号 他就面临上任以来的首次国会质询 他还表示将会采取计划遏止能源价格的飙涨 并且要誓言针对能源危机采取行动 我明白那些人在我们国内 都在货币的货币的货币 和他们的货币的货币 所以我当时会做到最后的行动 我会帮助人们的货币的货币 我会发布这个房子的货币 明天的方法 我们将会增长我们的货币 是在达到货币的货币 保持货币 提供更快的施設施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的方法 會建立工作和機會 好 其他來關心的事情是 美國國防部指出國務院 已經批准總價約11億美元 對台軍售 大陸國防部則表示說 台獨分裂勢力想靠買洋武器 以武謀獨註定會失敗 來看時事評論員就分析 美國對台灣軍售就是要 台灣不斷地花大把的鈔票 不過似乎經常出現了 延遲交激的情形 看來美國跟民進黨 都是靠殺嘴皮子 在做軍事布局 那大陸國防部也講了 說美方對台軍售 是嚴重的違反一中原則 中美三公報 特別是817公報的規定 這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也表示堅決地反對了 要美方立即撤銷 這怎麼可能呢 台獨分裂勢力想靠買洋武器 以武謀獨注定失敗 不覺得在裴洛西來之後 解放軍的講話力道越來越重 你以前沒有 他沒有用武這個字 那到武統倒還燒不太起來 這個以武謀獨 他已經講出來了 你既然都這麼做 那我也得這麼做 有學過功夫的人都知道 你拿什麼就跟你拿什麼 對不對 你歹徒拿槍 我就拿槍跟你對 你拿刀我跟拿刀跟你對 那你現在已經解放軍喊出以武了 你既然是以武謀獨 那我用武也是可以的 這不是世界放諸四海皆準的東西 可怕的是大陸他的態度 如果大家只是要看錯 要重唱老調 我不覺得大陸的態度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的 不只是武器問題 第一防衛需求 防衛都是誰講的 都美國講的 日本你本來也說他是防衛 最近他有在防衛了嗎 最近他都要那個一千枚導彈 現在增加到一千五百枚 都要打到大陸內陸去了 台灣難道除了攻擊外 沒有侵犯到大陸的東西 那熱山是什麼 光眼睛都可以幫美國看到你新疆了 你覺得他只在乎武器而已嗎 因為你看 你光看 然後幫我監視 然後讓日本可以打我 這不就是一種威脅我內政的東西嗎 對大陸來講 不是你巴特爾敢講 我還不敢聽 你把這些人都當作是笨蛋 沒有這麼簡單 你可以欺騙很多的媒體 然後大家幫你報導說 我們只是幫助台灣做防禦能力 這不可能 我剛剛看到那個空軍副參眾部長 我才真的一肚子火了 你講這些話 第一 將讓史上最艱難的軍事行動 發生地在哪裡 我們記者喜歡玩五個W、一個H 對 會爾 台灣 最艱難 就代表我們要跟烏克蘭一樣 要打很久 你一心一意就是 你在台灣打更久 最艱難 第二 你空軍不講 你其他軍不講話我就算了 空軍最近才剛晃點我們幾個東西 F-16延遲交跡 不就是你們嗎 你們這些軍工複合體 你要嘛 就把F-16趕快找一點交跡嘛 說2026要引到2029 然後次針飛彈無限期延長 這不都是你們空軍 你們還可以在這邊大大大講說 我反正你們台灣打艱難 打越久越好 然後你還變成游錫坤話 可以打到 但要後勤供應管道 你不覺得跟游錫坤那個很像 天公可以打到北清 打到北清 你不覺得民進黨跟美國 美國跟民進黨真的越來越像了 他們好像就是靠嘴 耍嘴皮子在做軍事布局 沒有在煮飯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過這款 海皇XO干貝醬的朋友 您一定會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會 多讓人回味無窮 現在購買 記得快點GO 輸入我的折扣碼 CTI-71G 就可以買到非常優惠的價格了